隨著四十四拐增加飛行高度 十二乘十八公尺長寬的巨幅 國旗被拉出 國旗當天會飛越總統府 但剛升空就要看風向上不上鏈 那順風的方向多少對國旗的展機 會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我們會用前進的空數 來讓國旗做展開 提前一個月就進駐準備 這一幅沿用去年雙十所新制的國旗 配合編隊飛行的 還有UH-60M黑鷹直升機 AH-64E APACHI 以及AH-1W眼鏡蛇直升機 兩小隊的相對速度僅有四海里 結合過的過程當中 每個機型前後距離 都必須保持在200公尺的精準距離 這都考驗著空勤教官 手冷的飛行操作能力 國對比陸軍的深綠色巡迷機 國旗機隊首次有海軍直升機加速 海軍有17架S-6C 平時要執勤反潛任務 但光是5-20就有三架正式機 投入編隊 別忘了還有預備機 要在5-20當天配合空軍的戰機 陸海空三軍要來向新上任的 三軍統帥來指揮 國旗機隊會在5-20演唱國歌時 飛越總統府而領唱國歌的 也在努力練歌 從球場走進錄音間中華職棒早期四大牆頭 黃平洋謝長亨和康明商同框 而誠意性也在努力練 除了秀歌和國家重要場合 穿著當然也要顧 不穿球衣改穿襯衫黑西裝 還有質感條紋領帶 人要衣裝 佛要金裝 還是很帥氣啦 準總統賴清德熱愛棒球 更是我國的國球 忠實搶頭來領唱國歌 也凝聚全國一心 TVBS新聞李國盛 劉婷婷桃園報導